就可能你会觉得 如果说干净在这一个赛季的大名单上 其实对于琴球的道具来说会更好一些 当然 干净就是这种角色 对 我们的青春 这张图就是大家可能不想搬了 那WGM又想起来了 英特拉克 这张英特拉克真的是琴球 企业舞化 道具的琴 对 而且胜率极高啊 最巅峰时期 我记得应该有 七八场还是八九场的 一九七时代 对 蓝彩克龙 阿尔法 新鸟宝 这场比赛 说真的 在这一周 比赛开始之前 我就已经在期待 特别想看琴球 这个道具赛 因为看他们 他们其实 他们的好多场道具赛 几乎都是我几书过来的 能够看得到 他们在每一场比赛之间的一个变化 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养成器 对 这起码两周过来了 对吧 现在看下来就是拾取没问题了 对 继续保持 然后把运营给他解决了 然后下一步就可以开始 左手的考虑下领跑的问题了 对 在首局团队间阁 他们选择到使用云桥的是杨博 双白狼 他可能 前期是有那么一丢丢优势 对 但第二拳开始就 对 对 依靠他们的道具质量来取胜 是 开起步 大家这里挺少 防得很准 对 实力接口 天使可以防凉重产链 是的 这极大的消耗了 而且前面有三封 这三封看一下波包怎么放 应该是够不到阿朗 他这个有机会 而且单凭借着抓地 小区已经追上阿朗了 赛车有优势 但这双蝶 阿朗这是能过的 可以反扣一手飞蝶 扣到了小区 刚刚好来的飞链干扰器 这个龙卷风救命了 这是波波的风 前面一个闪电皮枪 然后后面七五三条皮 自爆过来之后 天使可以防 但这样的话 被导弹消掉了 这个天使 是 从第一波来看 其实两边第一圈 打了个你来过往 背词上反而是情久来的 第二圈要占优一些 这个目的开晚了 但在双蝶 它全是干扰器 后面玄奘没补的道具 那被导弹打响了之后 看一下这个位置 阿朗能补上来 波波再重一个酷皮 位置来看是情久战役 大家看一下 后面的这一波道具 来了个蝶 可以解 全脏也补会上来了 而且架持一种云霄 阿朗也补一个夜 但是只补了一个自爆呀 前面没盾 那也难了 刚好来了一个盾 一个盾就够用了 一个冲刺一攻击小区 有的时候 咱们在这个上帝视角看 道具赛的时候啊 其实很多时候会被一些 惯性思维给带着走 比如说 就比如说看阿朗那一波双飞碟 惯性思维就是没有补位的情况下 不能上 对 对 哪怕我们看不到任何的道具 对吧 也不该上 但他那一波上了 把双飞碟给消耗掉了 然后同时又因为其他的因素 把队伍等下来了 嗯 那那一波其实扛着就挺漂亮的 其实我觉得阿朗当时他的想法啊 也是如果他要是不上的话 可能还要经历WGM的又一波节奏 我觉得他甚至于都没有想自己 对 潜意识地就上去 对 就感觉前面能过去 你刚才说的这个定式思维啊 其实我们也是看了 你比如说像 就包括WGM在内 他们的一些运营思路 尤其是在上周比赛双狼对决的时候 我们看到飞渊的一个道具处理 他上去的一个时机 就可能让我们觉得 在更多的时候 那一个节点就是不在上 是啊 那确实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点 还有一个点呢 可能就是在占二三名的时候 把所有担定拿去打对面的补位 然后等着我们这边在前面跟你二打你 但是你会发现前面的人没有被打 然后跑掉了之后呢 你再迟到距离就拔不下来了 这也是一种定式思维 慢慢的会发现很多时候啊 如果说按结果论的话 那还是有太多种可能性可以去选择 那这场比赛也是赛前 我们有讨论的那个问题 就对于WGM来讲 他们今天上到了波波 那但凡压死了一个位置 那可能对于琴九来讲很难赢 因为补位上不去 波波的辅助能力 就刚好嗑琴九 对 因为琴九这三位 虽然说打领跑都是多 更多一些的 但是其实他们在受干扰的情况下 想要把自己的领跑完成度 做得比较高 都是难度有点大的 对 就一步不来 这是一下子上夺的一个难度 是 波波跟明探的莫尹赛 梁托哈利特阿朗森 他们这个用车就是想要吃你王主 对 而且相当于打了一个交叉对位 打PGAM这边波波的赛车 应该是最难抢分的 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想着 一套波波的一些赛车不去抢分 抢到的就是意外收莫 这么说吧 应该他是辅助围 对啊 他是传统辅助围 而且拳道和小鞠现在的领跑能力都很强 是 开始步 现在复卫是两个氮气 直接往心里 今天起步很猛 前面闪电闭下 每次两个氮气打给波波 针对一下这辆莫尹赛轮 这辆莫尹 但还有一个闪电 这个闪电如果说能够PG抢的话 哎呦 知道一个电视了 而且PG的时机有点慢了 跟位置有关系 吓得晚 单铁配莫尹吗 莫尹没放 双飞碟 起扣了 刚好是莫尹青龙 不带犹豫的 但请求也有双飞 他上来是小鞠 扣吗也起扣了 这两边 WCM这边补位 位置比较靠后 所以就直接扣了 这边还有一个碟 这个碟也要安排一下吗 攻击道具非常充足 这先吃先打的节奏优势相当大 第二个单体反而没打权杖 又有双飞碟 这个飞碟 然后要被反扣一下 我庆后的这个飞碟真的 多啊 这是争夺 再吃 从里面有氮气也直接开 现在玄套来的雲跑位 小鞠补到第二 波波第三 这一波节奏 什么时候起的 没有道具能起啊 不是靠道具 靠抓地 而且龙领锋够不到了 ECU标出来 玄奘要溜 有两个护典 这两个干扰器 够了 其他道具不需要吃了 香蕉皮都懒得丢了 手里面还有双盾 有飞的干扰器 邓翼都不需要了 两个月影 而且最后墨影青龙还是辅助 旋乐 对 墨影青龙还是辅助 两个旋乐 哎呦太傻了 这不节奏点来的有点突然 这这两个旋乐 起节奏的时候 大家都是空道具的 你好 感觉太多故事 在我们看不到的这个 视角里面 而且最后 距离还拉开的 比较大 这么远 这时候就得不得不说 这个寻葬的这个抓地能力 全世界 对吧 就跑竞速一样 但今天两张图看下来啊 晴九的主动失误少了很多 但是前面的节奏是靠道具堆起来的 是啊 前面一圈 晴九的道具非常豪华 而且这一局 你看他们的用车 莫影青龙 哈雷特 加上一样速度 三机甲 面对到WGM 一样莫影青龙 最后还去打了补助 然后养个旋乐 没追上 旋乐的韩金量 还在上手 现在旋乐 白狼 应该是 少数能拿得出来的A车 白狼其实慢慢有点跟不上 因为莫影青龙起步比白狼快 对 旋乐的话 只要你的抓地基本功够强 他上限高 对 可以包围他的上限 对 看一下质量 四个飞碟三个飞碟 单体跟闪电两边是一样的 这边就多了一个飞碟 而且从这个道具质量看下来 应该很难有节奏点起来 大家顿都多的 这个点WGM还完全被压制呢 看下选到怎么跑 这个时候 陨雾 就用陨雾 加个自爆 节奏就开了 因特拉肯 哎呀意想不到啊 小鞠跟铭灿的原集 阿郎开到哈雷特 波波序列寻散奥地纳 我现在压宝超人 看起步 看起步 一波道具 小鞠被吓 对对对 羊头手里面有两个风 这个风要小心压队友啊 A但是正好从旁过了 吓得他把电视开了 呃羊头疯到了敏灿 敏灿是对内的领跑 这一波有点亏啊 水平水先跟着吧 带你开始 波波被蝶把空了呢 空了 再进一波道具失血 单体往前打 波里面防御道具还算充足 还有一个氮气 这波哪怕权杖开着奥地纳 我觉得也可以直接走了 走不掉 你看追 好他追 我觉得可以飞 我觉得飞不了 波波这个飞碟都不敢忍 因为已经追上了 那防御道具确实成功了 哎呀这香蕉皮真是上一圈的 应该是上一圈的 因为我记得上一圈也是在这个位置 有这么一个香蕉皮 你看啊 奥特纳确实起飞了 哦最后还留了一个机甲翼 这个火地圣装还当了冲刺用了 浅浅的赛一下吧 这是勤酒这张图的赛季首败吧 之前胜率应该是百分百 有吗 那没有 前面输过的 什么时候 我记得这大的时候就输了 但是还是有点明场面的 呃打伊斯塔的时候是上周吗 但我印象当中这周在第一个比赛日啊 有可能是 但是我有这个印象 第一场比赛 在这周的勤酒当时打的时候 就这周勤酒的第一场 当时伊特拉可能是四场四胜 然后那场 在最后的最后还是赢 你是不是看那个数据 哦 对 有没有可能还是四场选四次 常选赛道 对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 颜值有底 因为我记得 他们在这一张主向有名场面就是在第三圈是第二圈的皮 嗯 也是 但 但 当时是被 无误还是墨迹干扰 但这一次呢 我不确定这个皮是不是第二圈留下来的 但我记得他第二圈路过那的时候那有两个皮对吧 对 就在面前他躲过去了 但 WGM四个尖角皮 不管怎么样 对吧 中的那个皮几乎就已经结束了 就已经结束了 不管是哪一圈的皮 3比0 看来你对勤酒这个赛季道具赛确实印象极其深刻 非常上级 他们这真的 进步空间太大了 来听一下上一局的语音回放 封给我呗 给了 盾 等一下我自己用 空到后面呢 我空我解 空我解哦 需要吗给我吧 不要 非碟非碟非碟 要碟吗 空了空了 好你空吧不 行行行 气能给吗 给给你啊 给你打 打低了 不远哦 没事没事我远 他复位了 你打他 又皮到了 我感觉你打他 都皮到了都皮到了 气给 稍等 天死了天死了 我刷气了 没事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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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一下 这是个误会 应该是个误会 那个香蕉皮 应该不是上一局一个 但是阿狼也是 阿狼吃的不知道是哪一个 两个香蕉皮 总共有两个 对 总共第三区丢了两个香蕉皮 两个对两个香蕉皮 好那应该都是第三区 今天犯的错续是少很多 但没办法 WGM他们上了波波之后啊 你的鼓位就会比之前要更难跟得上 对 主要情久之前靠着羊驼的辅助 还能够给自己家领跑创造一些机会 但是今天在辅助位的对位上 包括羊驼今天的位置有点靠前 因为其他人被针对的上不去 情久这道阵容吧 被WGM压制的可能有点惨 对 对 好皮 羊驼上来就 给他俩报仇 那这个仇报得太早 其实没什么用 再报两次呗 如果有机会的话 哇 这双碟直接扣羊驼 羊驼今天冲的猛 他是这样的序列 所以说要放击他出去 是 所以得再扣 三个点了吧 你猜这个点不能让他丢啊 哎 啊 这个自暴扎自己 三个队友 我见过 在急速航天城 没想到 哎 为什么是三个队友 因为还有他自己 对呀 这个自暴 过来以后 情久的位置还不错 位置还不错 嗯 你不得不说 这个飞碟可以直接扣了 哎 他不见面有四个飞碟 已经承认掉了 啊 情久这是机会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计飞碟 如果说能记得住飞碟的话 对 把这些道具躲了之后 你们是有机会 能够再次飞碟 龙眼风已经封不到了 哎呀 而且这又是一波大节点 现在道具点还没到呢 下一波 队友之间不要抢道具 哎哎哎 单吃 全是四点 啊 洗不到 没吃到 有两个飞碟量器 这一波补亚的也没用了 而且全是护盾 这就是纯定跑道具 还要去补道具吗 这方向盘 往右打死 一个香蕉皮 恭喜小鞠 赛点 而且我觉得就这场比赛情久 确实它可能失误没那么多 但让我比较难受的是羊驼反而总是队内充现的第一位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陶渐剑阁他是第三重线 然后阿郎是第四第五 对是这样的 然后龙门他是第二重线 然后队友是第三第六 两种情况能解释 一种就是我们该说的波波的针对 一种就是我们抓地食物 但抓地食物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 然后道具运营的话 还行 今天也就直误了这两个 是一个方队友 一个自爆爆队友 频率没有那么高了 香蕉皮现在不皮队友了 还有综合刚才你提到的这些失误 都是情久可能在交流方面 在配合方面 包括在场上的一个比赛本身的一个专注方面 交流 在一定的问题 交流一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还记得他们有一次在英特拉肯 然后两个比赛只扣一个 还有一个不扣 可能当时是不知道这种传过来的一个比赛 是 所以都是英特拉肯 然后道具数量的话 确实是不需要为情久担心了 就是把交流运营先做好 如果说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的话 那就往抓地上面去考虑 那这一局情久吃的道具数量还多一些 对啊 你去复排一下他们最近几场比赛 道具数量已经完全起来了 道具数量已经完全起来了 道具数量满叠局 虽然没有天使 但手握八个护盾 而且自然倾向性很明显 小区六个防御评分 完全够用 赛点 可以稍微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对啊 就是顶着云雾顶着墨汁去抓地 可以抓地 就是顶靠 你给它 提一提 一方面 看清楚的道具 比较愿意看就是 确实养生 一方面就是他们打得快 节奏快 节奏快 节奏非常快 就是他们在手里边吃到一些道具 只要是能再及时打得出去的 基本上 都会打 对 然后要么 赢的话 可能赢得会很痛快 输的话 也会输得很痛快 输了就回家 回去 然后再重新护盘 慢慢来 水晶玛雅 这辆序列 这么说吧 这局一定要尽可能的把明灿给放出来 WTM上了双压榜 这个用车 看晴九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吧 又是敏灿的序列 暂时 暂时有飞碟 但正好被 晴九的干扰器给克制了 还有飞碟再扣 WTM空了一个 晴九现在还有一个碟 但这个碟有飞的干扰器 看下够不够节点 过去了已经 这一三条皮可行 诶 不是 好了 诶 抢得不到剧 但是 飞碟可以 淡机已经开起来了 林灿追上来了 但还得吃飞碟 淡机打的话 小鸡这边是完全能防的 就在跟前 小鸡还是夭一纳 全脏也跟上了 这种女风有说法吗 没说法 这个字把好抱你 但是提前把天使一开 来 安全通过 而且龙卷锋 这个距离是能够得到的 风到了 好风 阿狼也来了 这一局有机会 这双V点阿狼 阿狼应该还是会上去的 阿狼 冷静一点 但是敏赛等不上来 他上不上都没办法 那这一波 等了 等了 扣扣了 但是 还是扣到了一个 但是 选择还是能够重新 给我们的高兴 WDG 5比0 凌封了情酒道具 最后一大比分 2比0战胜情酒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阿狼这一次真的挺冷静的了 意识到位了 对但是两个飞碟相当于两个时间节点 他只躲过去一个 双手一摊 尽力了 躲雨不躲都是输 我躲来干嘛呢 还是要躲一下 张显自己的意识 说是这么说 但是该躲还得躲 虽然说刚才阿狼他不管是 复位也好 不复位也好 可能都没有机会了 因为后面 玄奘队友小居 应该小居也补回上来 对 但是这一个复位 也显现出来了 阿狼他在领跑的时候 也是有自己意识的 只不过说有些时候可能 比较无奈 对 无奈这样一点 对 看得出来这场 最后的水行玛雅 打得有点难受 他追的是非常很好 不高头峰 把船上拖住之后 阿狼补位也上来 但WTCM这次 小居开着奥利娜 零跑一圈半 然后最后 鸭宝超人补位充现 这从用车上面来说 请求是更有机会的 是 比赛还是结束了 让我们恭喜WTCM 以大比分2比0战胜请求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对于他们的B阶第一 其实还在路上 对 B阶第一 可能相较于第一阶段来说 要更加难打一些 因为第二阶段是A组掉下来 三支队伍来与WTCM去争夺 再回A组的机会 对的 但是 队内 竞速道具 对于双发力的情况下 我觉得 期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但是 这六个手法 真的都要倾其全力才行 对 不管是即时赛 帮他们拿下竞速模式的手图 也好 包括2V当中 观人的个人稳定性也好 甚至说到最后 谦逊有可能出战到solo 地板狂来也好 其实几个点都非常重要 是的 这是对于WGM的一些想法 对于青州来说 依旧是非常期待你们下一次 下一场比赛 这个道具赛 能不能有所成的 还让你解读 希望是 希望有 然后竞速的话 拿回第一阶段那个状态就够了 我也觉得 第一阶段 他们在竞速层面 其实不管是战胜KZ的战绩也好 包括对战其他队伍 阿峰的个人冲线能力也好 其实他们 不可能说 一个赛季 在竞速层面是难求一胜 只要你每一场都拼尽全力去打 胜利迟早会来 甚至于大场成立 对 擎千赛场 九战终勉 而面对WGM 今天在道具组 刚好上到了克制晴九的阵容来讲 晴九确实 其实没什么 机会 也没有展现出来反过的 反过的那种态度 群藏冲了三次 晴九冲了两次 5比0 虽然鸭宝超人有着跟虚烈类似的一个超一特性啊 但其实续烈在道具赛当中抓地能力要比鸭宝超人强上很多 我只能说群藏扣得太快了 两个 MVP给到了WGM的玄奏 本场比赛是三次充现 也是本赛季第二次获得MVP 恭喜玄奏 同时也再次恭喜WGM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三方行 胜利 好 外奏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